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表面有浮出沉淀物 水质变黄的景象 其实金属水管若没定期清理的话 势必产生泥垢与锈石 而传统PVC材料的水管 也很容易释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无形中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危害 有鉴于此 一间深耕台湾30多年的管材设备代理商 便投入心力要来打造优良给水系统 希望透过优化这些埋在家中墙壁 大家最容易忽略的管路 来提升居家的用水品质 现在我们平常其实大家都也没有注意到 以台湾整个水的流失率来说 每年可以高达6亿2000万吨 既然有水流失 肯定就会有一些对水质影响的不好的物质 有可能渗入到水中 所以我们希望来推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规格的材料 让我们在整个用水以及运送水的过程当中 能够提升我们的用水品质 GF在瑞士生产的铝塑复合馆 根据欧洲的一些公正机构的测试 在70度的水温下 它可以耐用年数是50年 透过我们一个很好的给水系统 除了前端的这些有关于浸水的设备 甚至原水的这个水质的改善 那后端其实就是用运用到 我们这边所生产的所有的管材 那在这整个用水系统完善的结构下 国内的用水品质会不断地提升 早年台湾建筑在选用水管 一般都是采用PVC或镀芯材料或不锈钢 张良凯表示 当水接触到这些材质 很有可能会释放对人体有害的塑化剂 及重金属物质 若长期使用 容易跟水中的氯离子结合释出有毒物 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 为此他们引进高洁净 且安全性更高的铝塑复合三层管路系统 那以我们这次引进的材料来说 我们是采用这个铝塑复合三层管 就是最内层接触水的部分是PEX的材质 那包覆铝材有可塑的这个特性 最外层在包覆上PEX的塑材 以这样的三层塑材来成为这个水管的材质的时候 可以减少我们这个水中直接接触到金属管材这样的一个问题 目前所有的不锈钢多半是采用压阶的施工方法 在整个漏水的防水度 以及就是说施工的这个复杂度上 也都比我们现行推广的材料来得复杂 那我们的现行材料施工工法 第一个施工非常容易 第二个施工结束之后 它可以确保水流在水管里面是属于平滑的状况 不会产生水流死角 就降低了许多这个细菌在水中滋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为了让产品及技术被更多人看见 张良凯带领团队参加了工业界的年度盛会 台北国际建筑建材器产品展 展示了多款创新的建筑科技产品 让来自海内外的厂商们一堵风采 我们是一个健康公司 我们照顾不仅仅仅是因为人们 但也因为困境 所以这一个重要的到复杂 提供行销限制的加工 Sunnipex MT是一个很棒的设定 因为它设计不是水桶 所以不必须搞得有灵性 就不必须在栽培 随着台湾大家对生活品质越来越重视 对于建筑的建材 也不断会去要求到一些更好的概念 包括像是无毒的材料 无毒的油漆 甚至就是有涵盖到更多养生的概念在里面 这一次我们希望从瑞士引进 这个高品质材料的一个重点 在整个水管的这个给水的稳定度 还有安全度上 相信大家都是可以高枕无忧的 追求更高品质正是张良凯对于公司的经营理念 无论是在工业技术上 居家建材上都持续的改良 目的就是让生活能够更有质感 张良凯深信 唯有持续开发精进 才能让国人有更好的健康与生活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